229 解放日報 部分P.E.P.全爆倉隱患 2015年7月15日經濟社會零七本報信 記者楊群 入前舉行的2015上海新金融聯會 企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上 S.F.I.中國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發布 中國P.E.P.網絡者太平臺評估報告點2015 該報告顯示P.E.P.平臺擴張速度迅猛 已有一定的風險集聚特徵 尤其是部分平臺貸款集中度過高 存在爆倉隱患 從P.E.P.平臺貸款如額看 再提供2013年、2014年兩年度數據的平臺中 近八成平臺的年度增長率超過百分之百 近半數年度增長率超過百分之二百 過去一年中P.E.P.平臺的累計借出金融穩定上升 今年一季度累計借出規模是去年一季度的3.5倍左右 同時P.E.P.平臺的總體者款期限在上升 從部分P.E.P.平臺披露的數據看 近三成平臺單一最大客戶貸款如額 佔平臺貸款如額的比例超過百分之十 近半平臺前十最大客戶貸款如額之和佔比超過百分之三十 此顯示出部分P.E.P.平臺貸款集中度很高 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中委指出 部分P.E.P.平臺已不再是單純的信息中介 相當一部分平臺有顛負、風險備用金、擔保等現象 甚至介入資金交易成為某種程度上的信用中介 而當很多P.E.P.平臺成為信用中介 貸款集中度價高時 平臺的風險集中度就高 一旦有較大規模的單一貸款損失 平臺的風險準備金甚至淨資本都可能爆倉 如果幾個重要的隻款人發生問題 P.E.P.平臺可能就會陷入困境 頁內人士指出P.E.P.監管應釐平臺的性質 對於堅持做信息中介的 或事實上成為信用中介的兩種性質 功能不同的平臺 監管應區別對待 兩種類型平臺監管不能有套利空間 平臺的風險 平臺監管 gi